今早為何我這麼累呢? 因為我比較早起床 為何會早起床呢?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的 因為我約了10點去旺角的衛風中心照廢 就是要拿BNO visa 做什麼?讓你趕快走? 完全沒有這個打算 沒有這個想法 不過事情先做好做好都是合理的 不要到時候很禮計 所以我約了10點 我當然準時去到 因為要10點比平時早一個小時 其實跟平時差不多 但總是心裡有件事睡得不太好 有點累 大糟糕了 我太太和我約的時候 那個女生說你遇過半小時 因為大家很多人要上班 大約過半小時左右 我太太前天去做也是過半小時 我去到今天結果是三個小時 因為真的很多人 我只是排隊等登記 都排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還問我有沒有錯過 我不是 原來真的有這麼多人 當然最後我也罵別人的罵 不是罵姑娘 有個人看到我問 就說我在這位先生後面的 不斷問 不斷在那邊叉嘴 我忍不住 我說你媽媽 你都說在我後面了 我現在都在問 你不聽我問甚麼 說甚麼你就可以了 你不斷在那邊叉嘴 做甚麼 我打算準備吵 我打算吵架了我 我打算吵架就吵架了 當年底吵架了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了 他說Berry媽二號房 因為很少有人這樣叫 因為我的名字雖然是 Markin in Barry 因為是全名 通常就是 如果他不認識我就很正常 馬先生二號房 他說Berry媽二號房 我已經覺得 怎麼那麼奇怪 原來真的認得我 當然一大輪吹噓 不要說了 只要他的政見 就看見我們節目 大家的心中也好 但當我看到那些人 不一定是拿B&O visa 拿美國簽證 澳洲說全部都要驗身 但那些人多到 我真的… 我真的替香港的前途 很擔心 不是 我聽到那些藍師說 黃絲走適合了 看你如何發展 有些什麼客人 經濟會如何 可以養得起你 不要緊 你不要這麼生氣 我都說了 我們一定要是 樂觀 這些東西是沒有東西的 很快看到而已 OK 即是離別又在職 我只是今天看到 嘩 那裡 那個艷伸說 我真的不敢抵下眼淚來 真的抵下眼淚來 你們這樣 大家要記住 打疫苗 OK 因為今天我見過一位醫生 他都說 我講完的情況是可以的 沒事的 但我打得太好 OK 快點打吧 直播 他這樣說 好 支持 剛才我見到我的網友 又打了疫苗 六十多歲 是 OK 真的好得矛盾 支持你去打 OK